斩姆斯被称为NBA第一人,杜兰特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已经超过了斩姆斯,现在看来,杜兰特真的差得太远,斩姆斯离开骑士以后,骑士对D老板接受采访,我们没有留下斩姆斯。 斩姆斯的离开对克利夫兰和骑士的影响太大了,克利夫兰的宾馆倒闭了一半,夜店倒闭了一半,球队的球衣现在损失将近3000万美元,球票下跌了60%,其他的影响还没有估量。 斩姆斯在骑士,球尼看骑士的比赛,斩姆斯去热火,球尼看热火的比赛,斩姆斯加盟胡人后,胡人的全美直播联盟第一次13次,勇士都被押到第二位,这就是NBA第一人的影响力。 斩姆斯在骑士的时候,很多名人和球迷,都回来到克利夫兰,酒店也发达,夜店也非常热闹。 现在斩姆斯离开后,酒店和夜店受到非常大的打击。 根据相关的消息,很多提前预定下赛季球赛门票的球迷,退票率非常高,这四方面是直接的影响,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没把过量。 最后希望斩姆斯能回到骑士退役,斩姆斯就是骑士的英雄,克利夫兰是骑士的家乡,英雄远去迟早还要归来。